来看他奥斯卡获奖一出 1993年上映的爱情电影《纯真年代》 这部改编自伊迪斯华顿 同名长篇小说的电影 讲述了一个三角恋但并不狗血的故事 其小说还在1920年获得过普利策文学奖 而电影的改编 除了高度还原小说的全部精髓以外 奢华精美的浮华道 也让1870年代浮华浪漫的上流社会 飘然于观影者的眼前 这也是威诺纳瑞德 继《金晴400年》后 第二次穿上奥斯卡获奖衣橱 但比起《金晴400年》里 更具视觉表现力的巴斯尔裙 纯真年代里的巴斯尔裙 更符合上流世界里贵族小姐们的奢华裙子 作为一部浮华道 获得高度赞誉的电影 纯真年代的服饰可以有多精美呢 电影里从主角到配角 甚至包括跑龙套的裙演 只要出现在镜头里的女性 人均一条精美的巴斯尔裙 并且这些漂亮的裙子 从款式的设计到配饰的搭配均不相同 在影片一帧帧长镜头的记录下 配合精心打造的复古场景 呈现了那个年代 上流社会的真实风貌 并起到了推动剧情发展 和升华影片主题的作用 威诺纳瑞德饰演的贵族小姐 她在影片里穿着的巴斯尔裙 非常匹配她清纯美丽的形象 巴斯尔时期女性的裙子 除了统一的束胸翘臀设计 还会根据场合和时间的不同 分为陈礼服和晚礼服 晚礼服一般会露出肩膀和手臂 并佩戴长级手肘的手套 威诺纳奢华的晚礼服 配色都很小清新 还会用到很多 凸显浪漫氛围的装饰元素 比如质地半透明的薄纱 有着少女气息的甜粉色花朵 还有各种样式的蕾丝和蝴蝶结 她在影片里第一次出场 穿着的香槟色晚礼服 领口就坠满了轻柔的薄纱 她在剧院看戏时 穿着的白色晚礼服 就装点了精致的蕾丝边 她那条唯一配色很浓郁的紫色晚礼服 却用可爱的蝴蝶结 来凸显了绝色的少女心形 这些不同样式的晚礼裙 还搭配了不同款型的珍珠配饰 提升了着装的奢华感 与威诺纳白玫瑰风格的装扮不同 米歇尔飞佛扮演的伯爵夫人 是红玫瑰的风格 她在晚宴上穿着的红色晚礼服 没有用到很繁复的装饰 但裙子精细点缀的小流苏 和精心搭配的珠宝 都让穿着这一身晚礼服的米歇尔 要眼夺目 巴斯尔时期的陈礼服 一般是女性白天穿着的服饰 不会露肩 也会采用长袖或五分袖的设计 裙子的线条轮廓 比晚礼服更干净丽丽 并且还会搭配不同样式的帽子 威诺纳最好看的一条陈礼服 是这条领口 最有刺绣和蝴蝶结的白色裙子 翘臀的裙摆 采用了蛋糕裙的样式 清新的配色 还延伸到帽子的搭配 让威诺纳看上去很青春活力 依然在领口和袖口 最有精致的蕾丝边 头上的小花帽 用到了蝴蝶结的元素 配色与裙子形成统一的风格 款型类似的陈礼服 威诺纳还有几条配色很浓郁的 比如这条领口装饰了 大面积蕾丝的陈礼服 就使用到了紫色的压纹布料 它和男主在花园里 散布穿着的陈礼服 是深蓝色的格子布料 还有这条布满条纹的陈礼服 绿与蓝的配色 加上繁复的刺绣花纹 让陈礼服也能表现出 丸礼服的奢华感 这样的奢华质感 还延伸到威诺纳其他戏服的设计中 她居家穿着的这件刺绣棉袄 还用动物的毛皮进行了装点 她外出时穿着的流苏斗泡 厚实的皮草领子 还相有亮晶晶的宝石 这些奢华的装饰 都让威诺纳贵族小姐的形象 更加深入人心 米歇尔伯爵夫人的陈礼服 大都采用小方领的设计 她这条浅绿色的陈礼服 与她简约奢华风格的晚礼服不同 领口除了装点蕾丝边 蝴蝶结和奢华的珠宝 一样都没少 加上面料本身的光泽度和樱花图案 都让这条陈礼服看上去很繁杂 但契合角色在这段戏里焦躁的心态 同样的蕾丝 同样的蝴蝶结 还有同样的高光面料 换上不同的配色和花纹以后 却带来了不同的视觉感受 伯爵夫人这条红黑条纹的陈礼服 比起浅绿樱花的陈礼服 给人的视觉感受更好一些 当伯爵夫人最终选择离开以后 她穿着的是一条棉布质地的陈礼服 依然是小方领的设计 除了减少装饰 清新的配色 也让这条裙子看上去更柔美 符合角色如是重负的心态 当然 纯真年代的戏服设计 也没有忽略掉男演员的服饰 丹尼尔代刘易斯饰演的男主 无论什么时候出场 都是满满的绅士贵族饭 除了演员本身的气质 非常匹配角色以外 那一套套精工制作的 西服领带和衬衣 都为演员融入角色 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感兴趣的 可以去观赏一下这部高分佳作 它不单浮化到让人赏心悦目 它讲述的爱情故事 也特别地让人动人 在一众颠覆三观的名著改编里 可谓是一股清流的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